我們現在要規定喔 來 你看這邊 5的1 3是某一個時數 對不對 好 那個時數是誰 就是它 首先我先來跟同學講一下 這個怎麼唸 這怎麼唸 你會嗎 這個叫唸做3次更號5 來 寫在旁邊 這個唸做3次更號5 好 然後這個東西喔 有時候同學會混淆 來 我問你喔 我這樣寫 跟這樣寫 同學很妙 來 同學我問你喔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3的大小不一樣 你怎麼那麼聰明 但是同學你應該知道 這個東西其實它是誰 它是3再乘上誰 更號5 那同學其實你知道 更號5其實它這裡省略了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誰 我們通常不寫出來 2 對不對 開更號嘛 對不對 開更號其實就是開平方 對吧 它其實2次更號5 那簡稱叫更號5 我們通常那個2是不寫出來的 可是同學這個3如果寫得很小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叫做3次更號5 代表說這個數字 如果你把它3次方之後 它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5 你聽懂嗎 有一個數字3次方之後會等於5 那個數字叫做3次更號5 那就像這個嘛 來我問你 更號5的平方是多少 是不是5 對不對 就是你懂那個意思的 它是類似的概念 哎呀 OK 有點感覺啦 有點感覺 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同學你要注意喔 這個3比較大 跟這個3比較小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當然有同學就會說 老師那我知道了 從今天開始 5的3分之1次方 來你看看這邊 5的3分之1次方 我們就給它一個規定 因為它是一個時數嘛 對不對 然後滿足這個方程式的時數 那個10更是誰 叫做3次更號5 那你說老師那簡單 以後這個傢伙就叫做3次更號5 可不可以 可以 來我告訴你 就是這樣 數學上告訴你 5的3分之1次方 我們以後就給它一個名字叫3次更號5 就是這個方程式的 唯一的那一個時更 3次方之後會等於5的那一個傢伙 那個時數只有一個 沒關係 聽一個感覺 可以嗎 剛開始 媽這聽得懂 真是太有鬼了對不對 這不太容易喔 好 這第一個 我要跟你講的喔 再來 我再舉一個東西喔 我揮一下課本 來 這裡 A 負3的4分之1次方 A 是什麼東西 好 再一次 別擔心 我下次會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你慢慢聽 來 這個 所有人靠這邊 像我們的同學喔 很妙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的學生很喜歡舉例反三 像我同學說 老師我知道喔 這個 5的3分之1次方對不對 叫做3次更號5對不對 這是數學上的一個記號 然後就有學生就說 老師那我知道 負3的4分之1次方就是3 就是什麼 4次更號dota負3 欸 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有些學生他會把這個想法 跟這個想法直接怎麼樣 直接做連結 他說 這個就叫做4次更號負3 我跟你講 其實不能這樣想喔 這個東西 它是存在的 但是這個東西 它不是時數 我告訴你 它不是時數 這個已經超過高中數學的範圍了 你不要張觀禮帶 來 我跟你講 這一條路是錯的 你不要以為說 這裡可以這樣想 這裡就可以這樣想 不對 你每一次都要從頭開始想 來 你再聽一次喔 再聽一次 我再講第二次 你說 老師這個東西到底是三小 這什麼 這什麼 這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如果有意義的話 來 負3的4分之1次方 然後再幾次方 來 你仔細聽喔 再4次方 它一定要滿足指數率嘛 來 請問你 它會變負3的1次方 就是誰 就是負3 簡單來講 這個負3的4分之1次方 它應該是 它應該是什麼東西 它應該是 x 的4次方 等於負3的1個十根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對吧 它應該是這個方程式的一個十根 這是一個4次的方程式 你看 帶進去等號會成立對不對 所以它應該是定義成它的一個十根 你說 老師 這個方程式我不會解 對 你當然不會解 你才高一 解個P 你不會解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畫圖 去觀察它的十根在哪裡 我現在來畫這個圖喔 來 這個圖你仔細看一下喔 y y x 好 我們用雙藍數做圖 y 等於左邊 y 等於 x 的四次方 y 等於右邊 y 等於負3 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好 哎呦 來 同學那我問你 y 等於 x 的四次方 它圖形長什麼樣子 我瞄點給你看 y 等於 x 是四次方 如果 x 等於 0 y 是多多 0 對不對 所以它會通過圓點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大概有點感覺 來 那我問你喔 x 等於 1 的話 y 是多多 1 的四次方是1 這樣可以喔 就大概 然後 y 等於 2 的話 2 的四次方是多多 16 反正就是在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然後這裡一樣 這裡如果是-1 -1的4次方是1 那你這裡如果帶-2 -2的4次方是6 它畫出來跟你小時候學的那個拋物線有一點像 但是你要注意 它不是拋物線 因為拋物線應該是幾次 是2次 這樣可以嗎 它畫出來有點像挖弓 就是你平常在吃飯的那個碗弓的圖形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你稍微畫一下 我畫的不是很準 大概是這種感覺 可以嗎 這一個圖形畫出來是這樣 它不是拋物線喔 拋物線是2次喔 然後總學你再看喔 像廢話喔 請問你y等於-3在哪裡 y等於-3在哪裡 -1-2-3 y等於-3在這裡 好 問題來了 我這堂課快結束喔 因為我知道你們快不行 你仔細聽喔 同學我問你 這個黃色的圖形 跟這個紅色的圖形 有沒有焦點 你能不能找到一組sy 使得這件事情是對的 這件事情也是對的 有沒有辦法 根本找不到 有沒有這樣子的點叫做sy 它同時在黃色上面 也同時在紅色上面 使得這個零力方程式會成立的 它這個等號成立 這個等號也成立 這種sy存不存在 根本就不存在 你找不到的 這兩個圖形完全碰不到 簡單來講 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這個方程式它怎麼樣 它沒有十根 哇 問題來了 你知道問題是什麼嗎 這個方程式沒有十根 它的四個根都是虛根 來 請問你 這個東西怎麼辦 完蛋了 負三的四分之一次方 我們如果要定義它的話 它應該是一個什麼數 它應該要是一個十數 可是問題是 這個方程式它完全沒有十根 那請問你 負三的四分之一次方 你覺得該怎麼辦 很簡單 沒有辦法定義 沒有辦法 雙手一攤 束手無策 高中數學到這邊就卡住了 負三的四分之一次方 人家問你說 欸 負三的四分之一次方是什麼 你就跟它講 沒有這種東西 對不對 大學有大學的想法 但高中你就跟它講 你白癡喔 這裡不能是負三 來 這個東西叫做 沒有定義 你寫在旁邊 對 你現在 我等一下會帶你看課本 課本它裡面 有講到一些東西 但是你現在慢慢聽 會開始有一點感覺 沒有辦法去定義它 來 我現在帶你看課本 把這堂課結束掉 請你翻到56頁 哈囉 56頁指一聽喔 有理負指數 跟它的指數率 國中有學過方程式 s平方等於5 恰有兩根正負根號5 其中 s等於根號5 是方程式唯一的正根 事實上 來這句話 開始整句把它畫起來 當a大於0 而且這個n 是個正整數的時候 方程式 s的n次方等於a 有唯一的正根 同學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特別強調 a要大於0 同學你把a大於0 畫起來 a大於0 為什麼要a大於0 但是他也不解釋 他就跟你說 在12年級的時候 課程會有進一步的說明 他把這件事情 打算留到12年級再解釋 我們現在幾年級 10年級 10年級對不對 簡單來講 他打算把這個東西 留到高山再講 所以你剛才聽這個東西 會不會聽得有點壓力 當然有點壓力 因為我偷偷的把一點點高山的東西 有點放進來了 你們聽懂嗎 把一點點高山的概念把它放進來 所以你會覺得 老師你講這個好像是懂非懂 就聽個感覺 先聽個感覺 好不好 好那我們看喔 你看課本也很不負責任 他也沒有打算說明 他就直接叫你記起來 他說 我們把這唯一的正根 你看剛才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唯一的正根 對不對 可是你的敵數小於0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方程式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sn次方等於a 對吧 你看這個a如果小於0的話 請問你 這裡有沒有10根 這裡沒有10根的 對不對 這裡沒有10根 所以他說我們把這唯一的正根 稱為a的正n次方根 畫起來 這個叫a的正n次方根 用符號n次根號a來表示 比如說 方程式s3次方等於7 他會有一個唯一的正根 這個正根我們用符號3次根號7來表示 就像我黑板上寫的這裡 s3次方等於5 他有一個唯一的正根 這個正根我們叫做3次根號5 這樣聽懂嗎 用圖形去想一下 應該有機會想得出來 這樣好不好 好啦 我知道你們這個東西有點壓力 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下禮拜一再繼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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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